我们看到台湾这一波疫情已经炸开了 华航及时染疫风暴持续扩大 那么现在呢 防疫旅馆爆发了群聚感染 那么之前是防疫旅馆的主管染疫 在今天呢 包括这个防务部两个人 餐饮部一个人又确诊 所以终于陈时中部长认了 他说这就是饭店群聚 但是呢 在两天前他不是这样讲的 4月28的时候陈时中说 研判社区传播风险低 风险低 所以呢 诺夫特饭店暂时不用扩大匡列 那么隔天陈时中就说 饭店内部可能有传播链 紧接着呢开始转弯了 本来不匡列的 接下来不行了 包括电台记者到饭店采访的 还有因为有举办婚宴嘛 所以新人有相关人员 宾客还有媒体都要紧急匡列 所以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 陈时中认了说 这个就是饭店群聚 不过呢这个庄仁祥呢 发言人说 指挥中心已经查询 当天就诊的病人 不会另行公布这个诊所的 线索及的县市 因为呢传出呢 这名主管呢 他曾经到新北的一家诊所 就医三次 那么指挥中心说不公布 但是呢 黄历明是讲说 未来三到五周是一个关键时刻 如果一个星期出现了五六个个案 那么恐怕这波的疫情呢 就已经是扩散出去了 而且呢是出现了隐形传播链 我们先看到这边 所以 韩冰 你这样一路看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对指挥中心来讲呢 这波疫情 控制的这样 就是因为态度太松散了吧 你看你不觉得吗 我们都比他警觉 我早就说有破口 早就说是群聚 他都说风险低啊 不用匡列 不用匡列到后来还不是要匡列了 我跟你讲 陈时中的SOP都是这样 凡但事情只要出现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不要紧张 没事没事放心 无所谓 然后等下事情再多一点的时候 不要在那边散布谣言 不要在那边扰乱军心 这个台湾是很安全的地方没什么 然后等下真的不要扛了 好吧 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你要怎样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然你要怎样 你还要啰嗦什么 不要太不满哦 就是这样子 不就是这样吗 你看他的SOP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他一定会犯 他一定会群聚嘛 那个七一四都已经出现好几个了 大家都知道了 就你在那边死牙子嘴硬 结果现在事实证明不就是这样 这个大家有意外吗 你急吃了好几个 那有的CD纸已经查出来 他几个月以前就有了 那你说 你现在再验出来谁会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很正常 其实我比较意外是什么你知道 什么 这个诺福特是防疫旅馆 对 为什么防疫旅馆可以办毁业 对 而且也接在一般的旅客入住 没错 你到底在干什么 防疫旅馆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 因为他的防务人员呢 可以在这个两间 这个词词传说 两边嘛 那请问一下防疫旅馆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对 他高兴跑到A就跑到A 跑到B就跑到B 那你干脆不要防疫了嘛 你就让他回家自己突不就结了嘛 对啊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都做表面功夫了 就是我给你一个名字叫防疫旅馆 你就变防疫旅馆 你不需要有相关的设施 不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的吗 所以到底在干嘛我搞不懂 然后更奇怪就是 你是防疫旅馆的主管 你生病了结果是你自行就医 对 而且他还没有告知诊所 是 对 你也没告知诊所 现在这个诊所也被害到 他也要碰了 被害到 然后 对 然后指挥中心还说医生的警觉性不够 这种问题是医生的警觉性不够 我听到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是你防疫旅馆有问题吧 你应该是严格要求 因为你是防疫旅馆 所以你们出现任何大小病症状 第一件事你先通报防疫中心 不是这样子吗 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叫防疫旅馆 所以到底在干什么 我完全搞不懂 这个主管当然自己警觉心很低 可是你防疫旅馆 显然没有要求过这件事情嘛 那你要知道他们今天 你有三个新增本土案例 那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也是自行就医 对 所以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的SOP到底在哪里啦 乱搞一通嘛 所以你根本陈时中 你们防疫旅馆进来根本都乱搞 然后就是悔及记忆 就是什么东西 能够掩盖就掩盖 能够扛不住就扛不住 扛不住就扛不住 扛不住就扛不住就扛不住 就这样子 没做到跟我们搞这种东西 老实讲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能够怎么办 赶快扩大筛检 赶快扩大看 所有跟他们有接触的人 是不是有可能 乃疫 我们要赶快扩大这个动作 不要在那边再装死了 不要在那边 老实讲我真的很懒得在骂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这些人骂了也不听 骂了个半天他也是 骂了也没用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该做的也是不去做 就是要等到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 然后再去怪别人 老实讲我是那个诊所的医生 我现在就立刻告你 是你害我 怎么变成我警觉性不够 对 莫名其妙到极点 所以当我们的防疫指挥 阵性都这样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只能说 这一次 台湾能够防疫防御下来 还是靠我们绝大多数的努力 因为这些防疫指挥中心 这些人都是一群混蛋 这些人每天都混吃人死 陈时中每天想着怎么上 上节目上镜头 现在不去上组组节目 上另外一个 你们到底在干嘛啊你 你不是很忙吗 你不是很累吗 你要选举 你真的想选举了赶快去选啊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如果你把防疫防得好 你选总统都有可能 你防疫防不好 屁嘞 你鬼嘞 你里长都选不上 所以我真的 我先讲一个 最离谱的事情 因为我刚才看到 好 你知道吗 赵英光哦 对 赵英光 赵介入的老爸 现在跳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呢 我们要尽数召开评委会 对赵介入除名处分 然后他说我只是北投地方小人物 不是什么党政高层 你不用放大我的地位跟影响力 今天此次他对不起党与董事长 陈胜宏 什么意思啊 对 什么意思啊 对 然后呢 你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党跟陈胜宏 好 你不辞职 你 而且还意思是说我们都误会他了 对 你还是居住在这个党的位置 然后你知道最后 你知道吗 他还讲什么 2016年的时候 陈寗感觉他儿子有点不对劲 但是和儿子距离很大 生得了儿生 管不了儿子心 这是为人父亲的悲痛 切割 切割了 我真的很想骂张话 你说啥 2016年 现在2021年了 真的五年的时间 所以距离真的很大没 五年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你在胡说八什么 你知道吗 他后面更离谱 赵英光隔空向何志伟喊话 感谢何在评委会对赵介佑的力挺 他说 有生之年会全力支持何志伟家族的任何选举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以为何志伟是 几例去保留赵介佑吗 不是耶 何志伟是主张开除赵介佑 那你知道这在干嘛 你知道 这叫公然开记者会恐吓立法委员啊 话中有话 这么明确 直接开记者会恐吓现任立法委员啊 有生之年我都会力挺你啊 这种事情可以放任他下去了 中央民国还有没有王法 我们是个没有法律的国家 大家全部蛮干乱干的 这个我给你讲 现在不是赵介佑的论理 赵英光也把他抓起来 这个人在干什么 公然恐吓 这个人是不是本身有防派背景 如果民营党不敢去查的话 你民营党就是垃圾政党 就讲 因为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 对王勇勇也是骂声一片啦 然后在那边酸说 哦好小人物开记者会这样 对好了 我们回到疫情来讲啦 就是刚刚兵哥也其实讲到了 这个疫情反正指挥中心就是 现在已经不止慢半拍慢十拍 而且像挤牙膏一样嘛 你问到哪里 感觉我才想到哪里 可是不对哦 说超前部署的不是你吗 现在更可怕的是呢 这家防御旅馆到底是谁管 我们会发现说 天然一问之下一看之下 市不管呢 通通都不管 到底是桃圆市府管 民航局管 还是观光局 还是指挥中心 当然是指挥中心 对 因为它已经列为防御旅馆 当然就是指挥中心 所以现在整个防疫 是不是从这边 也就是一个大破洞大破口 那么当然也有人就说 这个安全网是什么时候破的 还有人把它扯出来了 从公文看到 就是说4月1号的时候 这个民党立委范云 他曾经召开开论协调会 那他这开论协调会呢 主要是针对机组员的 检疫规定放宽 那外界有在质疑这个啦 那范云有解释 他说他开过会 但检疫政策绝对尊重指挥中心的 专专专业科学判断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回到指挥中心 本来就是指挥中心 因为你现在这个指挥中心还是中央级嘛 他没有授权放出去嘛 所以他还是提高最高等级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台北市政府很生气 就是说因为你指挥中心把所有的权力往手上抓了 现在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中了 甚至这次包括这个郑文燦 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你泄露消息 然后他说早上八点的时候陈时中就说了 不是说有关于消息出来的时候 但问题就在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这个巧心算不算有问题 那为什么又去清算这个台北市议员陈晓星 这个就又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您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看到说 原来这个指挥中心它都是两套标准 也就是这个两套标准坦白讲 我们讲到我们也都累了 因为我们都觉得说 其实两套标准意思也就是不再被信任 但是在台湾不再被信任 它一样可以高明掉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目前来讲最大的特色 台湾创很多特色 我们永远都在创奇迹 我们永远都在创奇迹的意思也就是说 一个人被认定就是两套标准 就是没有被信任 然后一个人他在担任指挥官 可是他的防御真的是很有问题 可是他民调可以很高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最美丽的地方 我也很喜欢台湾爱死了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让人家太喜欢了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对陈时中来讲他思考的问题 就是政治的方法来处理所有的疫情 那台湾的防御做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众 你看现在台湾只要一传出消息来的时候 然后你满街你看大家口罩都戴起来 对 大家很警觉的 很警觉然后你到诊所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大家进诊所不讲话 口罩戴还好的不讲话 然后什么几乎都不放 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用手肘 这样子把门打开 然后坐在那 然后把那个健保卡拿过去了以后 你会发现台湾的民众自己非常的小心谨慎 然后他就坐在那地方乖乖的都不讲一句话 然后口罩戴得紧紧的 他几乎尽可能的不去碰任何东西 然后到了跟医生讲话的时候 再把口罩拿下来 如果医生要检查他的喉咙或是什么 不然他都不拿下来 医生也不会拿下来 然后彼此之间也都尽量不去碰触 是因为我们的民众把防疫做得很好 但是功劳却归陈时中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多谢观看 感谢观看